我们台湾人有好多人想来内地玩 但他们好奇的是怎么样可以来这边就是 像我们刚去办的一些可能支付宝啊 或者是一些手机支付这些东西是他们最好奇的 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你们这边很多工程都开始用机器人在运行 就是科技很发达 像我今天早上有稍微的去跟他们分享 然后我们台湾的朋友都觉得吓到觉得哇这边内地的科技进步速度很快 这里的地下街给我们的感觉是比在台北的地下街更加的活泼 然后也更干净说实话 人流量也比我们的大 所以人气上面我觉得这边给我的感觉比较舒适 高铁我们也有乘坐 确实比台湾舒适说实话 回去之后我也是会介绍给我的朋友 让他们也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到大陆来看看 看看大陆这边的进步并不是说像以前的宣传那样子 其实这边是非常先进的 这边的支付就是用手机 然后在台湾的话 大部分还是得用纸钱下去付这样 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是真的很棒 因为让我很行动 我个人很想长期居住在这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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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关于 我们的关于